香港人不單止越住越小 就連經常要去的街市都要迷你化 在觀塘安達村 就有一個可能是全港最小的街市 只需要大約一分鐘 就可以走完整個圈 雖然小型街市裏面有齊魚檔、肉檔和菜檔 但原來這麼多檔都是屬於同一個公司 居民在裏面究竟買不買得齊一頓菜呢? 買不買得齊一頓菜呢? 有 買了什麼呢? 乳瓜、粟米、麵、蒜頭 也買得齊的? 那價錢那些呢? 價錢是普通的 蒜頭很便宜 6元這麼多 那有沒有什麼在裏面買不到 你一定要去收入的那裏買? 那這裏是煲湯 有很多東西 這裏不能買 有很多東西 有其他方法在裏面 就是魚、蝦 對 海鮮類的那些裏面 安達村有大約兩萬三千人 人口都不算少 為什麼整個屋村只有一個蚊形街市? 因為它規劃設計的時候 剛才安達、安泰就是同一個設計 我們就在整個街市擺在安泰村 安達村就沒有 但安達村有部分居民 會連結到一個大的市民數 它很難走那麼遠 去安泰村買東西 區議員又說 由安達村前往安泰村 最少都要走二十分鐘 出現了這樣的小型街市 對於居民來說 至少可以方便一些 是有好過沒有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